同一时间,柳石所望方向的与否某个地下室中, 密室四面墙壁刻着一道道暗红色的符纹, 从墙壁各处汇聚到中央, 密室中摆放着一个黑色的丹炉, 炉底是个火池,燃烧着熊熊的火焰。 丹炉此刻散发出黑色的光芒, 顶盖轻轻地颤抖,似乎随时都会飞起了一般。 一名老者站在丹炉旁边,紧张地看着丹炉, 此人头戴莲花罐,身披灰白道袍, 眼窝较深,面颊消瘦。 额下挂着一缕山羊壶,须发皆是雪白, 看起来应该是古兮之年, 倒也有些先锋道鼓。 就在此时,一声爆裂的闷响从这丹炉中发出, 随即一股焦壶的气味传了出来。 老道脸色大变,挥手打出一道法绝,熄灭了炉火, 然后手一招,丹炉的盖子飞了起来, 他不顾丹炉滚烫,手直接伸了进去, 脸色立刻变得阴沉无比, 掏出了一把黑乎乎的粉末来。 浓浓的药香夹杂着一股焦壶的气味从里边散发出来, 老者见此,脸色铁青,气急败坏的跳脚大骂呀。 第二日清晨, 于府西乡房外传了一阵脚步声, 在通往别院的诸红回廊内, 正有三个人朝这边缓步地走来。 当先两个人并肩而行, 一个是头戴莲花罐, 身披灰白道袍的老麦的老者, 另一个人却是身着淡黄色宫装的英气女子。 在两人的身后, 还跟着一个丫鬟装束的少女, 手里拎着一个香木珠漆的三层石盒。 老道副手而行, 白眉青醋, 神色间似乎有些不悦, 目光直视前方, 心思却明显记挂在别处, 宫装女子年纪不大, 约莫十七八岁的样子, 身段虽然尚未完全展开, 看起来却十分匀称, 乌发高婉, 五官轻利, 眉宇间尽显英气, 两只眸子更是明亮如星, 令人见之忘俗。 加之, 女子脸上略微湿了些粉带, 使得其原本就白皙无暇的脸颊之上, 多了一抹恰如其分的红晕, 故而显得尤为楚楚动人。 女子边走边眉眼微垂地说话, 白石真人, 实在不好意思, 打扰到您恋丹了。 老道文声收回了思绪, 脸上依旧是面无表情, 看一眼倒是无妨, 只是老道有些不解呀, 七小姐为何要老道替一个吃傻的凡人整治呢? 真人有所不知, 此人昨日…… 工庄女子浅浅一笑, 把昨天柳石当街拦马救人之事大概说了一遍。 这老道士一边听着, 一边轻轻搓着手指, 当听到柳石仅凭一手之力, 就拦下了处于疯狂冲撞中的轻锋马, 这白眉微微挑了挑。 老道士听吧, 松开轻搓着的食指和拇指淡然地说道, 哦, 即使有恩于七小姐, 那此人倒是值得老道, 看上一看哪。 多谢真人。 工庄女子文言一笑, 略微欠身失了一礼, 那名丫鬟则有些紧张地提着食盒, 一直规规矩矩地跟在两人的身后, 没有发出半点的声音来。 两厢房内已经穿戴整齐洗漱完毕的柳乐儿, 石头哥哥, 正絮絮叨叨叨地和坐在床檐上的柳石说着话。 忽然听到门外传来咚咚咚的敲门声, 乐儿妹妹, 我们家小姐带鲜尸来看望你们了。 柳乐儿站起身来, 没着急开门, 有些疑惑地问道, 你们家小姐是? 乐儿妹妹, 是我。 听着门外传来的声音有些熟悉, 柳乐儿眨了眨眼, 有些疑惑, 她略迟疑了一下, 还是走上前去, 咕吱一声推开了房门。 两扇屋门刚朝那一开, 柳乐儿就闻到了一股子淡淡的药味, 然后就看到了立在房门外的三个人。 柳乐儿的目光先是在那老道士身上一扫, 确认那股药味来自此人的身上, 而后又看向旁边的丫鬟, 发现其正是她昨日见到的 那名鱼妻公子的贴身丫鬟, 小五。 当柳乐儿的目光最终落在那名脸上挂着浅浅笑意的 黄色宫装女子身上的时候, 先是一正, 继而惊得张大了嘴巴。 你是七公子? 是我, 乐儿妹妹可以叫我七小姐, 或者七姐姐也行。 怪不得昨日里我就觉得七公子有点…… 有点什么? 有点…… 不像个男人。 宫装女子看着柳乐儿俏丽的小脸, 笑着说道, 一男儿身在外行走, 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等过几年, 乐儿你再长大些, 就明白了。 哦…… 柳乐儿文言, 四栋非栋点点头, 把三人呢, 让到了屋里。 前进吧。 七小姐微侧身子, 让出老道半个身位, 开始介绍。 乐儿妹妹, 这位就是我跟你说过的那位仙师, 白石真人。 真人, 这位就是柳乐儿, 坐在那边的便是她的兄长, 柳石。 柳乐儿心中早就有几分猜测, 文言心中咯噔一下, 急忙低头, 欠身失了一礼, 没敢和这老人对视。 见过仙师大人。 柳石则坐在床边上, 木然地望着进来的几个人, 动都没动。 白石真人淡淡地扫了柳乐儿一眼, 目光就偏移向了柳石。 先夺步道齐进前, 然后又绕到另一侧, 再从上到下细看了一遍, 最后才目光微垂地看向柳石的眉心。 看了遍刻, 老道士双目一闭, 手掌抬起。 双指, 并着突然朝着柳石的眉心处点去。 柳乐儿见状吓了一跳, 忍不住惊呼出口。 呀! 老道伸出的手指顿时一将回过身来, 面露不悦地瞥了柳乐儿一眼。 七小姐连忙拉了柳乐儿解释说道, 乐儿妹妹, 真人是在帮你哥哥检查, 不用大惊小怪。 对不起, 仙师大人, 我不是故意的。 老道文言神色稍缓, 手掌重新抬起, 再次闭目指向柳石的眉心。 随着他双指向前指出, 柳石的眉心处亮起一片青色的光芒, 一圈圈圆圆形波纹从中荡起, 仿佛石子头糊时砸出的阵阵涟漪。 片刻之后, 老道士轻一声收回手指, 缓缓地睁开了眼。 怎么样? 石头哥哥能不能治好? 白石真人斜瞥了柳乐儿一眼, 没有说话。 与其上前拉过柳乐儿的手, 轻轻拍了拍他的手背, 示意他不要着急。 柳乐儿闭上嘴不再追问, 眼神却一直停留在柳石的身上。 似乎感应到柳乐儿的目光, 柳石眼睛移向了他, 咽下口中的糕点, 嘴巴咧了咧, 露出一丝笑意。 白石真人沉吟片刻之后, 手掌一翻, 这掌心中呢, 凭空多出了一面 有些古旧的青铜圆镜。 去吧! 他口中一声轻贺。 圆镜上清光一闪, 立刻悠悠地飘然而起, 飞至柳石的头顶, 悬停不动。 白石真人口中一阵低声吟诵, 并起的手指也在虚空中指指画画, 似乎是在书写着什么隐秘的符文。 片刻之后, 他忽然双指一停, 冲着圆镜摇摇一指。 悬空圆镜立刻剧烈地晃动起来, 原本有些坑洼不平的镜面上, 亮起了一层蒙蒙清光, 竟然变得光洁起来。 柳乐尔神色有些紧张地盯着镜面, 觉着那清光之中似乎起了一些变化, 仿佛有些模糊的画面正要呈现出来。 然而等了片刻之后, 镜面清光之中却依旧是那副模模糊糊的样子, 什么都看不清楚。 此时柳石似乎也有些不喜欢那圆镜遮在头顶, 抬手像驱赶蚊子似的挥了挥手, 虽然未扫中那圆镜, 却使得镜面上清光一阵的摇曳愈发的混沌。 白石真人见状, 脸色木然大变。 啊? 不可能! 这是…… 白石真人马上袖袍一抖, 冲着古镜猛然一挥, 那面圆镜犹如乳雁环巢般飞旋而回, 没入其手中消失不见了。 柳乐尔看着这一幕, 小脸上顿时露出关切的神色来。 真人可看出什么问题了, 不知是否有办法治愈? 啊, 无物之术, 未必不能。 只是…… 白石真人脸色一阵的阴晴不定, 柳乐尔却是大喜, 连忙开口祈求。 求仙师大人一定治好我兄长。 真人若有良方, 还请务必治好柳师, 至于所需任何费用, 都有我来承担。 柳乐尔文言, 妄想于妻的眼中不由多了一抹感激之色。 白石真人看着高大青年许久之后, 才下定决心般地缓缓开口。 既然七小姐开口, 老道自当尽力而为啊, 不过话说在前头, 她神魂不知什么缘故处于封闭的状态, 想要重开却是疏为不义。 只有设下幻灵法阵, 才有几分治愈可能啊, 还需老道与其独处境事, 全力施为方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